这次我为大家介绍的是翻拍的经典 港剧《石土行者》 该剧被封为 近年港剧最巅峰之作 播出当日内地网络收视 突破了1个1 总播放量超过24个1 是当之无愧的线上级爆款 本次参与作演的前辈演员是许孝雄 接受考验的议员是沈岳范士奇 你这是怎么的丁姐跟我换了个情侣装 丁姐 丁姐这么巧 丁姐 我不是故意 丁姐 可以 没事 我是爆C 在这个节目里面 你只要跟我合作 我就能把你带成活泼性格 却上台不紧张 我其实平时挺活泼的 但你要台面上也有活泼啊 我上不到台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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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那我们就堆一片好不好 好 来 我身边有卧底 棒棒棒 我帮你搭 来 慧玲哥 我跟了你十年 我这样都是我的 欢喜哥已经帮帮忙了 当我接到《使徒新者》 这个剧本的时候 挺忐忑的 因为我一直在 摸不准那个角色 我就是杂念太多了 想的太多了 太紧张 自己演不好了 怎么了 哪不舒服 没事吧 是不是干酒有问题 诊断戏里面最紧张的 就是我进洗手间那一刻 发生了很多突发的状况 门没关 这门咋关 这门 马西 还能进门 重来吧 现在关了 这个门开得太大了 很难关起来 而且我感情一点都出不来 太快了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是 那肯定的 看着呢 每个人都比如讲 你拍资的 我已经拍资的 你听起来台词 没关系 没事 对不起 没事 我觉得自己做不到心无杂念 还没有成长到那种地步 就是觉得已经完蛋了 你就不对后面的事情 抱有比较大的期待了 各单位请准备 阿丁表面上是黑帮老大欢喜哥的手下 实则是警方派过去的卧底 这一天他戴上装油隐藏摄像头的胸针 特地在酒店走廊等待即将到来的暴C 想加入他与欢喜哥的会面 同时也趁机试探暴C的身份 卓斯尔 你的摄像头修正 我已经给你调试好了 看一下哦 我觉得欢喜哥很有可能 会把他的新生意留给暴C来做 暴C为了上位不择手段 所以我真的看不出来 他是我们要找另一个卧底 好 我会小心的你放心吧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吃饭啊 你呢 鬼鬼祟祟 这边找欢喜哥 我也去 你去什么去啊 关你什么事啊 我们是好搭档嘛 你也不想见识见识 跟你做搭档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 没有 走啊 走啊 接了 欢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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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哎 怎么了 你安丁都带来了 哎 我们两个分不开的吗 真是个好打档啊 哎 喂 欢喜哥 这是干什么 欢喜哥 那 这 最近受到风 我身定有卧底 欢喜哥 我怎么可能是卧底呢 帮帮忙 我就是过来看热闹的 欢喜哥 是啊 欢喜哥 她一个女孩 怎么可能会用枪嘛 是不会用 还是不想用的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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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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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什么欢喜哥 她不是卧底啊 玩玩游戏而已 你不会怪我吧 当然 来 祝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具体的事 找机会再谈 我 我先走了 好 慢走啊 慢走 欢喜哥 谢谢你啊 谢谢我干嘛 我说了不管你的事 欢喜哥 不过是要试探一下我 看看我的忠心跟胆量 不过 你刚刚替我接枪那一下 倒还挺像个 差一楼 我